一名男子到銀行櫃台前 堅持要匯1萬7千塊美金到國外 相當於台幣50多萬 行員察覺有意 立刻通知警方 那這樣匯多少 1萬7美金 為什麼要1萬7 他說是根據菲律賓的法律 菲律賓有什麼法律要1萬7 抓到犯罪嫌疑人 被害人還要繳錢的 哪有這回事的 雲警不斷分析 但男子不相信被騙 還稱自己投資有賺錢 已經匯出600多萬 投資賺錢卻拿不到錢 這名男子年約50歲 是新竹科學園區的管理主管 沒想到這回也被騙 有一個電話 打電話給我說 有沒有小額投資 那我一開始 我都不知道他是誰 我就說不要 後來他一直打 一直打 他反映他其實有點相信 詐騙的集團 因為他的錢在國外 然後他覺得是 因為對方 他說對方也有給他看 他們警察的證件 年關將至 詐騙集團用各種假投資的 名義行騙 甚至鎖定高型族群 所信竹科男在警方和行員的勸說下 沒有繼續匯款 受騙上當 記者和目標林玉君 新竹報導